大家好,又回到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我先介紹下我們今節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要財政院的研究部分析員黃偉豪先生 你好,Rafi 你好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歡迎打電話給我們問問題 我們的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先和大家跟進市況 看到恆生指數這一刻的跌幅已經有超過100點 跌129點,做18096點 期指方面跌25點,做18085點 國企指數方面跌102點,做9623點 接下來,Rafi也想和你先談談 水泥股方面的走勢 我們先看看整個板塊這一刻的走勢是怎樣 看到安徽海內這一刻沒有起跌,做23.2 中建財是逆市升超過1%,做8.78元 華潤水泥方面也是逆市升接近1%,做5.77元 中財股份方面跌了先做3.22元 看今月跌了接近4%,做5.55元 看另外幾隻,亞洲水泥是跌了接近3%報3.4元 山水水泥是跌了兩星報5.52元 而西報水泥方面跌了超過1%報1.37元 看來台泥方面,逆市升了一星報2.84元 也看到Rafi也今天,水泥板塊方面是個別發展的 某幾隻做得特別好 其中一隻是中建財的 剛才說了,是升了超過1%,接近2% 都算不錯 其實都想跟你說回 為什麼今天某些水泥股是逆市做得比較好 就看到其實昨天收了市之後 公信部就出了一些數據出來 就說到,他就說今年以來 其實建財主要產品,產量都是保持較快增長的形態 而企業盈利方面的水平,亦都是同比有所提高 就看到頭三季,其中水泥製造業和水泥製品業 它的同比增長是有134%和62% 都算不錯吧,Rafi 的確來說,今次公信部出的數據上 整體來說是做得不錯 始終三季合起來 還有一些水泥製品等等的下游製品 全部都有按年來講,都有100%增長 甚至乎都有一定程度增長 這方面的確是一個利好支持 對相關的水泥股 因為始終下游製品有這麼大的增幅 都意味著水泥水球 其實頭三季來說,都有一個不錯的增長 所以令到一種水泥股 有一個明顯的一個 即是今天,整體來說都算是有不錯的走勢 但至於你說,怎樣看 或者插回數字看 對相關來說,這個數字都算是頭三季合起來了 但沒有詳細說,可以分開三季數字 每一季是多少 雖然我早上也不排除 這個數字會是由頭兩季 相對市 或者相對內地的投資氣氛 即是講的投資氣氛 就是基建項目的受益 一次一點的時候 所推動到的 我常常都會擔心第三季 其實數字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始終大家都知道 第三季環球經濟 即是股市經濟 全部下渡之後 內地很多的九速政策 令到很多的項目 基建存活叫停了 甚至都擔心保障防禦等項目 進度是根不足的 所以當時第三季來說 大家對水泥的擔心 是慢慢出現了 所以某個程度上 這個數字 始終是剛才說的 是三季合起來了 詳情來說 分開三季數字 各自是怎樣都未知 所以某個程度上 你說這一刻判斷 是否等於對整個水泥的版 或行業來說 看得很好呢 我覺得相對 暫時的數字 可以看得樂觀一點 但未知看得非常之好 因為始終剛才也是那句 未能夠詳細看看各自的數字是怎樣 更何況來說 要看的 我覺得這些都是過去的數字 不斷強調去看一看 接下來 或者這一季 和將來夏年的時候 怎樣走 不斷強調的就是 很多想來的企業 或想來的公司 之前呢 特別頭半年 看得市場相對樂觀一點 或者比較好的頭 有時候 相對產能 投放不斷放大很多 我常常都會覺得 當時是意味著 未來的需求都可以持續到 但到這一刻為止 都會害怕 隨著剛才所說的 內地經濟真的有個下滑性 其實對上來的需求 會有一個支持不到 在某程度上 即是夏年來講 慢慢的產能 是完全會大過需求 即是工是過過於求 我常常都擔心這件事 當然會拖累上來價格 我常常在這方面下跌的時候 亦都會拖累到很多 產能過大的公司 有機會被淘汰的因素 所以我常常都會對夏年整個上來版的 股價也好 或前幾天也好 未至於太過樂觀 只不過我會覺得 可能短線都始終 近期比較相對 整個上來版來說 要炒的消息比較靜些 或者互調了不少的時候 可能受到剛才Nisa說的 少少的利好 一個因素出來的時候 不排除這幾天 可能炒回一層 但我覺得炒回一層的時候 未必會有一個持續性 很快應該都會有一個 借實調整 甚至我都會覺得 可能這個消息 未必能夠炒得到 因為現階段看到 剛才報板也知道 正確來說 相對是有利好消息出來的時候 但也不能夠令到整個版有好名的抽升 只不過個別的發展 甚至是有些 都是升大約1-2%左右 即是不是太厲害的升幅 都會意味著大家看的 不只是看數據 看的就是看來後 或者配合剛才所說 來後都會覺得 相對前景上 看得比較省省點 所以這樣為止 都是這樣建議大家 暫時水泥版來說 我會覺得可以短產或少駐地 試一試水溫 但我從中長線來說 暫時都不建議考慮 如果持有水泥股的投資者 像你剛才這樣說 短線或中長線來說 都不是那麼好看 持貨的投資者 是否應該趁時機奉公或減辭 絕對都會是 我常常不斷建議 很多投資者 可能在這幾個月之前 都要拿下比較多的貨 或是之前拿下的 都是一些比較易炒的辦法 比如水泥股 豪島股等等相關的股份 我常常到這一刻為止 你怎樣做好 或者手上還有貨 那怎樣做 不斷地去建議的話 其實現階段 上來我剛才說到的 對整個中長線前景看 未至於看得太樂觀 或者看得太好 所以都會覺得 就算你說 好像不斷強調的就是 叫跌了那麼多我來 你說可能要反應的東西 在股價上反應了 或者要再大跌的空間 可能的確不是太大 但也說一句 不大跌的空間 也不等於有上升的動力 所以某場上也不斷建議 暫時來看 我都會覺得整個上來板 少少缺乏上升的催化劑 所以我都會覺得 現階段來說 就像Lisa問到的 如果有法度就知道 這怎樣做的話 我都會覺得 可以建議的話 就真的逢高有個減遲動作 那還有什麼叫逢高呢 很多時候 當公信部好 或者內地發的那位 全部部門都好 出一些相關 有些好的消息 去到水泥板 或者保障房等等 全部相關的一些行業 有消息出來的時候 當這一陣一出來 股價一升 其實某場上每一次 都是一個叫逢高減遲的信號 因為你都見到 其實水泥板來說 之前來說 頭半年炒得很易烈 但當過完半年之後 其實你看到近幾個月 即是三四月 不斷都在低位 反覆覆覆 回落後 一直都未能彈上去 所以很明顯 暫時為止 都缺乏上升的動力 暫時來說 大家都不算看得到 整個版本太好 說但是 逢高減遲 會暫時為止 對水泥板來說 會是一個較好的投資策略 好 謝謝Ravi 等一會 第二節回來 我們會想和你談談 第二個曾經比較熱炒的版塊 就有博彩股 我們先休息 待會回來 互助和你們見面 家庭觀眾有任何移民 都歡迎 繼續打電話波地問問題 電話號碼是2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波地 電郵地址是 askfbschannel.com 節目完結前 和大家跟進市況 看到恒生指數這刻的跌幅 是跌多了少少 是跌138點 做18086點 旗子方面是跌36點 做18075點 國企指數方面 都是跌 跌102點 做9623點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和你談